用铁皮围起来的地方是刚搬走没多久的南宁鱼市场 以前充满了采买鱼货的人潮 现在已经以往刚启用的南方澳第一拍卖鱼市场 空出来的空间等待大力整顿改头换面 因为渔月署有意将南方澳码头重新整建 县府和地方协调初步规划施作外籍鱼工的领域间厕所 而旧市场会在工程中一并绿煤化 目前南宁市场就是旧市场的部分 因为这个案子目前是由渔月署来补助 我们现在是合并到我们整个案 就是鱼港的整建部分是合并处理 目前除了说就是我们这个拆除案之外 还包含我们的岸水岸店的一个设置 那至于原先就南宁市场部分拆除之后 我们会就是做成一个广场 所以就说一般的游客或者是说一般 就说渔船也是在这边就是有些停靠 或者是说民众可以有气的部分 南方澳港区码头改建工程 总经费粗估要2亿7千多万元 以送渔月署核定 若顺利发包 供期大约是一年半可完成 再创南方澳渔港百年风光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